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關注一下 掺壓印度蘇式戰機 逼美軍的E-3預警機全線退役 中國的預警機是如何做到世界第一呢? 3月2日美國空軍和波音公司 正式簽署了下一代E-7預警機的採購合同 首架的E-7預警機將於2027年投入部署 美國空軍計劃採購26架E-7 這意味著美國空軍服役近半個世紀的E-3預警機 開始全線退役 3月6日中國預警機之父王小莫院士在北京離世 兩則新聞表面上沒有任何關係 不過內地的軍事分析人士就將美軍的舉動 作為緬懷王小莫院士的貢獻 一年之前由王小莫院士下屬團隊研發的 解放軍空警500預警機 在東海上空和美軍的E-3預警機發生激烈對抗 正是這次激烈對抗的結果 直接促使到美軍決定將所有31架E-3預警機退役 中美兩軍最頂級的第五代隱形戰鬥機 殲20和F-35在東海上空發生對抗 這次的對抗本來是世界上兩架最先進的 隱形戰鬥機之間為數不多的近距離交鋒 但是關於這次對抗的最後話題就轉移到 雙方當時參與交鋒的預警機上 美國空軍抱怨E-3預警機沒有發現解放軍的 與此同時與簽20配合作戰的解放軍空警500預警機 就能夠使美軍的F-35戰鬥機帶來巨大的威脅 因此全面放棄E-3預警機 很快就成為了美國空軍最普遍的聲音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空軍司令巴克 事後直接了當地指出空警500架空中指揮控制能力 在某些作戰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 還可以協助超遠程空對空導彈 如何打破這種超視距殺傷鏈他很感興趣的 王小莫院士從事雷達科研工作幾十年 主持研究研製了多種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雷達 早在20世紀60年代 他借鑑國際先進的雷達技術 主持成功研製中國第一部三座標雷達 並且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20世紀80年代他主持開展低空雷達技術攻克 成功研製中國第一部中低空雷達 在國際雷達裝備同台競技中 為國產雷達贏得了世界聲譽 在80年代後王小莫開始進行預警機技術研發 主導研製預警機三十多年 1996年中國花了10億美元向以色列購買4套 費爾康雷達系統 這套系統是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雷達預警機系統 不僅價錢合適 而且空中預警能力和美軍的預警機不相上下 甚至有些性能還超過了美國 對中國而言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而在與以色列合作的同時 王小莫就力排眾議堅持同步安排國內配套研製 並且創造性地提出了背負式大圓盤 三面有緣雙空陣雷達的新型預警機方案 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掌握了雙空陣雷達 收發組件、大型天線罩和系統軟件等重大關鍵技術 從而將預警機發展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後來美國果然以取消每年向以色列援助 20億美元作為威脅 強迫以色列取消在預警機領域和中國的合作 試圖關上中國發展現代化空軍作戰體系的大門 但王小莫院士帶領自己的團隊 衝破了這套技術的大門 令解放軍成為世界上最強空中作戰體系之一 他成功突破了預警雷達研製的金鎖匙 也就是兩高一低技術 建立了亞洲最大的微波暗室和亞洲最大的熱壓罐 為代表的多項基礎設施 這些成果創造了世界預警機發展史上的九個第一 總共突破了一百多項的關鍵技術 累計獲得重大專利近30項 王小莫堅持自主研製大力推動國內預警機 研製立航空境2000、空境200兩型的國產預警機成功立航 並且研製成功 軍事專家介紹這兩款預警機 都是採用有源雙空陣雷達 其中空境2000採用背負式原本布局方式 原本採用三面陣有源雙空陣雷達 在取消機械旋轉裝置的同時獲得了360度全向覆蓋 在工作體制上要比美國E3先進一代 而空境200使用較少的國產雲8三類平台 技術上穩妥可靠 與空境2000形成高低配搭 兩款預警機研製成功後 王小莫就提出研製出口型預警機的設想 並且在2002年1月開始出口型預警機方案的論證 2008年中國與巴基斯坦正式簽署預警機的研製合同 這款預警機使用航空工業研製的雲8三類平台 使用背負式原本的布局方式 採用水平方向 進行機械掃描的默充多頻勒雷達 性能得到外方的一致好評 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能出口預警機的國家 在王小莫為代表的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 結果很短時間內 中國成功研製多種預警機 包括之後的空境500系列預警機的研製 這些世界上最先進的預警機 使用了背負式原盤固定陣面 背負式原盤機械掃描 平衡木等不同結構方式累積了豐富經驗 這體現在雷達航空技術領域的中國速度 也標誌著中國在預警機研製方面進入到自由王國 空境2000預警指揮機的總設計師陸軍就說 中國空軍目前使用的空境500預警機 是世界第一的預警機 它的技術水平比美國軍方使用的預警機 領先了兩代 而中國出口給巴基斯坦的ZDK-03預警機 也達到了全球領先水平 這款量產型的預警機機長36米 續航能力增加到8小時以上 配備了有單面陣有緣雙空陣雷達 探測能力極強 對於印度軍隊的 蘇-30MKI這樣的重型戰鬥機 最大的坦測距離超過350公里 在2019年的印巴空戰中 ZDK-03預警機成為了巴基斯坦空軍作戰的核心 在視距之外鎖定了印度戰機 接收到目標數據的巴基斯坦空軍 F-16AM戰鬥機 抓住戰機 發射了AIM-120空對空導彈 第一時間擊落了印度空軍的米格-21戰機 和蘇-30MKI戰機 在中國預警機的加持下 巴基斯坦空軍越級作戰 對印度空軍造成了剪額式的勝利 接著看看中國推進探月工程 2028年組成月球科研站基本營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太科技集團五院 上俄4號任務探測器系統總設計師 孫澤周近日表示 今年將會全面推進探月四期工程 將會進行月球背面採樣返回 月球南極著陸巡視飛躍探測 根據介紹工程計劃在2025年前後發射上俄6號 完成月球背面採樣返回 2026年前後發射上俄7號 開展月球南極環境和資源勘察 2028年前後發射上俄8號 和上俄7號組成中國月球南極的科研站基本營 並與相關國家、國際組織 和國際合作夥伴 共同開發國際月球科研站建設 接著看看全球首例一體化建造LNG 無塊化工廠員工交付 由海洋石油工程清道一行公司 成建的加拿大LNG 液化天然氣項目 7號在清道舉行 最後兩個核心無塊交付活動 意味著全球首宗一體化建造 液化天然氣工廠35個無塊全部交付 這個項目是由顯學等世界五大國際石油公司 共同投資建造的一座世界級LNG工程 一期計劃建造兩裂的生產線 年產量達到1400萬噸LNG 建成投產後將向中國等亞洲國家 供應高品質清潔能源 最後看看根國不讓鬚微 中國女兵不再是文藝兵和護士 3月8日是婦女的節日也是女兵的節日 內地的媒體各個軍事頻道紛紛向女兵致敬 有媒體介紹在防空兵訓練場 導彈排女兵展開訓練的情況 他們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迅速完成開箱、組裝 之後肩負17公斤重的導彈發射桶 捕捉目標、瞄準發射 根國不讓鬚微 央廣軍事公眾號就發文 致敬鏗槍玫瑰 並配圖發了多張不同女兵的圖片 包括了女子特種兵、女戰鬥機飛行員、 火箭軍女兵、航母女兵等 目前在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裡 女兵被人的印象已經不再停留在民工團、 通訊團、醫療部隊這些非戰鬥崗位上 在信息化、戰爭複雜多變的形勢下 越來越多的女兵著上了迷彩作訓服 拿起鋼槍在各個戰鬥崗位上揮灑汗水 用鐵血和油情輸寫著屬於女兵自己的強軍夢 大家好!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力步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